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央文史馆画院研究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画和绘画形式笔墨的运用 也在这做了一个演示和给大家的一个讲解 如何去入手 如何去提高 这我在我前面都基本讲了 但是中国画我们说是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文化 是吧 历代画家都有不同 都有所不同 每个时代的画家都有每个时代的面貌 总结前人的经验 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路径 我想讲一讲 我带了一本书 我带了一路 因为我们知道潘天寿先生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画家 他本身是个学者 又是个教育家 又是一个大画家 他自己有深刻的理论 也有教育的实践 也有著作 也有他的创作的面貌 他怎么继承 他怎么认识 在近现代的这些画家里面 所以潘天寿先生的理论是很精微的理论 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话 读他的书 受他的教育 对于成长是有启发性的 对于认识中国画也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他的理论 就是指导我们今天的中国画的发展 我觉得还是一个必然的 另外他对中国绘画 尤其是写一花鸟画的梳理 人文精神 技术要求 创作经验 他都有很丰厚的这样的一些论述和著作 对于我们学习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它有好多章节 我现在剪一些重要的章节给大家 咱们来学习 研讨 和我们通过这些认知 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绘画 你比方说我们中国画 你比方说我们中国画 讲造化与心缘 造化当然指的就是自然界 心缘呢 心缘就是我们在观察造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观察中 得到的一些启发 一种转换 所以中国画的诗造化要得心缘 光去诗造化 我就光去拿着笔在那去写声 没有心缘 就是那个画还不成其微画 还是一种图示 它没有任何的精神价值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绘画是一种精神 具有精神价值的一种绘画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自然 把一个自然的景色画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潘天师讲 画为心物融制于结晶 画是从心里面融制出来的 有万物无画人 则画无从生 有画人无万物 则画无从有 有万物没有画人 这个画就没法产生 有了画人没有万物 则画又无从有 这是说了一个绘画跟自然的关系 故实物非绘画 摄影非绘画 盲子不能为画人 没有眼睛的人他当然画不了画 这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画中之形与色 孕育于自然之形色 然画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 也就是画里面的形色是自然物所产生的 是我们看得见的 但是画的这种形色又不完全是自然的 也就是说不是自然什么样我就画成什么样 画中之礼法 孕育于自然之礼法 你看绘画的礼法跟自然的礼法是一致的 然自然之礼法又非画中之礼法 就是画还有画里 这在前面我也讲过 是吧 因画为心缘之文 有别于自然之文也 我们说自然之文 就是自然它的状态 它的生长 它的形态 故张文通云外师造画终得心缘 他说外师造画要终得心缘 得不了心缘 还上升不到绘画 还不是绘画 自然之景物可以如画 然究非真画也 摄影之景物可以如画 然既非真画也 摄影也是 可以说实话 但是它不是真画 故画之贵乎 诗造画 诗自然者 不过假自然之形象而 无此形象不足以与画 然画之至极则在心缘 就是画之至极是在心缘 得心缘是非常重要的 宇宙间之万物万事 画之均可为画材 都可以当为画材 剧材 剧材就是说画和戏剧 我们讲 就是说自然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画的材料 也可以成我们演剧的材料 然无画家无戏剧家运用之表达之 运用这些东西 只表达之就是艺术的形式 则仍属于乌有 还是没有 是吧 因此艺术它是有形式的 原宇宙间之万物万事 本不为画人 戏剧家而存在 万物万事 它不是因为有我们它才存在 它是自然的 特画人戏剧家从旁借素材而已 我们戏剧家画家是把自然的作为我们的素材 这个素材怎么讲呢 我就想 就好像我们的自然界里的我们吃的那些粮食啊 蔬菜啊等等那些东西 是不是 但是那些东西要做成了每餐的话 它只是一个素材 是不是 它还要我们去人去加工它 才去 才提取它的味道 然后用什么香配的 所以厨艺厨艺厨也是一炉意 用这个来比喻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 是吧 自然界的东西 它还不能进入我们 虽然是一种食物 但是你不去加工它 那米我们不能生着吃吧 是吧 面我们种出来 我要磨成了面 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才能把它吃 所以这是素材的问题啊 所以自然界的这些现象都是一个材 对于我们画画的人也是它是一种素材 所以他说这个荒村古渡啊 荒凉的村庄啊 古的渡口啊 断剑寒流啊 怪颜丑术 一轮半领 高低上下啊 其邪政策 无处不是诗才啊 既无处不是画财 是吧 这些东西啊 我们的诗人看了以后啊 他有感想他能写出很美的诗 其实呢 自然界呢 可能就是这些荒村古渡 断剑寒流 怪颜丑术 是不是啊 一经进入到艺术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财 既无处不是画财 穷香绝贺 梨落水边 幽花 杂烩 乱石 葱黄 随风摇曳 无处不是诗意 你看 就是说我们 对于自然界要有会心啊 既无似不是画意 就是我出来我来看 今天我们就有感觉啊 今天这个外面很寒冷 但是你看那些树木啊 上的落了雪啊 那些枯树落了雪以后啊 有好多树只是干了 但是雪落在树上以后 啊 啊 那个树本来它并不美 但是落了雪以后啊 啊 很美啊 那种感觉 就是说自然界里的东西 不是说什么是最美的 我才去画 美是一种心象啊 美不是一种自然的一种 这个啊 就是自然物啊 呈现在那里就能认为它是美的 美其实经过了一种人的思维啊 创造出来的一种心象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说的心源 有待慧眼 慧心人随意拾取之耳啊 就是有慧心的人啊 你才能发现美 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慧心 你看到的也是过去了 也白看 是吧 确实是如此 大自然界里的东西 一花一草一木啊 所以我讲了 不是那个春天的牡丹花 开得多么娇艳啊 是一个各种花花开得多么好 它就是绝对是美的 还不是 是吧 往往那个枯树寒鸭等等的 你看既是诗意又是画财 但是呢 要有这样的情怀 要有这样的认知啊 要有这样的感受啊 你才能够发现 生活里的那种美 我们说写一会儿 写一会儿写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意啊 这就是意 但是这个意是很深刻的 它不是一个表象的东西啊 所以空山无人啊 水流花开 为诗人兼画家者 能得各种智智 是吧 是吧 唯有诗人 所以说中国话 我说诗意的绘画的意思也就在于此 是吧 前面我们讲 是吧 荒山乱石间几枝野草 树朵咸花 既是五倍无上的坟本 这荒山乱石间几枝野草 野草没有续啊 不是人工栽培的 不是那种什么的啊 树朵咸花 咸花 咸花什么是咸花 是没人去观照也没人去 它自然生长的那种东西 是不是啊 既是五倍的无上坟本 所以有时候好多人去非得找那个公园找那个好景去什么的话 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它都没了诗意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啊 这也是潘天上写出来的 其实也是古人 他也是读古人的书的总结 荒山乱石间 是吧 几枝野草 树朵咸花 既是五倍无上的坟本 看荒村水济之老梅 矮屋疏离之寒菊 其情质之清超绝俗 恐非宫廷中画人所能领略 你看看 不是宫廷中啊 不是那些给的那些达官贵人 或者这个统治阶级去当陪衬的那些 那些人能领略的那种美啊 所以我们说院体画呢 往往它是一种很工整很什么的 呈现了一种 但是它那个没有意思 啊 为什么呢 就是它缺少的那种 啊 就是人的那种啊 精神的那种和自然界 真正的自然界里头 所产生的那种诗意的绘画的那种美啊 它已经把它 就好像 这什么给它雕琢成了那样啊 让你感觉很完美很完美 完美的没有了意思啊 我们看山呢 这个山如果没有云雾干干的山 就很没有意思啊 我们要画山的时候 只有山的那个背面不照光的那个方面啊 它才显得厚重 是不是啊 如果在日光直接照在山上 天光日光 那个时候山也是很没有意思啊 此意范忠丽米香阳致志 谁知道呢 是不是啊 米香阳啊 和这个范宽啊 近时黄冰红可谓透网之林 我们说黄冰红先生啊 非常好 就是黄冰红是个透网之林啊 他对潘 潘先生对黄先生也是非常崇敬啊 觉得他是透网之林啊 别人都不是 所以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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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的讲座很深刻 他不简简单单是指我们花鸟画啊 他对于整个的中国绘画的这种啊 理论的指导啊 是非常深刻的啊 对物写生啊 我们对着一个东西去写生 要懂得神字 这个物的神是什么啊 懂得神字既能懂得行字啊 这个行啊神啊 神是第一位的啊 你只有懂得了这个神 你对这个神所传递出来的行的意义 所以才有了一个认知 才有了一个什么呢 才上升到了一种啊 美的境界美的感知上来啊 啊 一记能够懂得情字 就是我说的这个物各有情啊啊 物的 我们昨天画的时候我也讲过物的 一笔顾盼关系啊 这就是个情字啊 神一穷 神和情啊 画中之灵魂也啊 得之则火啊 所以好多同学拿了他的画给我看的时候 所以 我说他画的不是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情和神啊 之间的那种关系他没画出来 他只是画了一个空的形在那摆着 或这个形呢也是傻傻的 没有情啊 是吧 只是一个壳 这就不行啊 所以呢就说 神与情画中之灵魂也啊 神和情是画中的灵魂啊 我们知道什么是灵魂 有灵魂的是活的 是吧 没有灵魂是死的东西啊 灵魂对于我们的人 对于生 一切的物像的生物 有生命的东西啊 我们感知他都是觉得有灵魂 潘先生说呀 要到生活中去写生 关在房间里闭门造车是画不好画的啊 这画分两头说 是不是啊 过去有的人画山画水 连山都没有见过 这是一个大缺陷 历史上的大家都是懂得人情物理的啊 人情和物理的 善于观察生活 分析生活 所谓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就是指的要加强学识修养体验生活 只有这样在处理作品的意境上 就不会故此而失彼啊 就是说生活跟我们的关系 是不是啊 但是生活的前提 这些东西要你有一种手段啊 这个手段的锤炼要向古人去学习 有了这样的手段又要有生活 有了生活要得心源 你看这个过程 是吧 这个也是原来我记得我也说过这个事情 关于中国画的写生是吧 他也说了 各个画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啊 是吧 如黄平红先生很重视写生 是吧 在火车上他也在画写生啊 火车早已经过去了 是吧 我们知道火车是很快的啊 那在写生他画什么呢 他还在画 画成的东西与对象不一样 你看啊 画的东西跟他一个不一样啊 他是不管的啊 他说石头周游很多地方搜集名山齐峰 再回来打草稿啊 但正稿完成之后他根本看不出画与画的什么地方 画的东西与真实的景物完全不一样 中国画的写生不求行的准确 力求变形 加强减弱 是寓意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有着很高的成就 所以我也说了 那个写生这个东西啊 不是在对着一个东西描摹 石头说的是搜尽齐峰打草稿 关键在打草稿 不是搜尽齐峰就是画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例子很深刻啊 我今天为什么把这本书找出来 跟大家来啊 给大家讲解研读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啊 是最深刻的 是最深刻的啊 也是我们在一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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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校有时候学不到的 是吧 我们只要研读它来讲解它 让大家才能够真的理解中国话的好多办法啊 包括这里说的写生 后面这句话说的非常的重要 他说了 石头周游很多地方搜尽名山齐峰 也就是他看到 他眼睛里看到了很多很多齐峰 再回来打草稿 但正稿完成之后 他根本你看不出他画的是什么地方 是吧 你看不出来他画的什么地方 画的东西与真实的景物完全不一样啊 中国画的写生不求形似的准确 力求变形啊 变形是什么变形是心缘的变形 是有通过心缘的感悟的那种东西啊 加强减弱 哪个要加强哪个要减弱 是寓意的结果 是寓意 这里又谈到意 我们写意写意嘛 是寓意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有着很高的成就 中国画很重墨写 画家游历山川有的画素写多 用笔记 有的眼看心迹 注重感受 不需要 但也要画点速写作为研究 个人习惯不同 这也和绘画的风格有关啊 这是说这些这个现象 是吧 有的人呢就愿意呢 这个拿着本满出记 有的人呢就愿意眼看心迹 可能呢就是这样的 他就说这种现象 可能每个人都不是很一样啊 但是说回头来 中国画要归心缘归感受 风日晴河时游明山 我们一边出去 当然有时候不是刮风下雨 有时候风晴日朗的时候 出去看山水啊 看古诗词啊 读书啊 读古代的书啊 均可以起无穷的画诗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画诗 要让我们去思想啊 要让我们去通过观察等耳了 启迪我们的画诗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今天这昨天下的雪了啊 这个这个 我刚才出门的时候 跟海老师 海老师在我那院子里还说 哎呀 郭老师我站在您的院子里 看了半天您这院里的竹子 这个雪 哎呀 这个雪压在那竹子上 竹竿倒下来了以后 那个雪一锥一锥在压的竹子上 那种 那就是画材啊 是吧 但你对它要有感知啊 这个时候 这个竹子它很富有诗意啊 但是画材 亏画材 我们去真的在那儿把这个竹子一针一针去那儿写生 行不行啊 不行 画出来还是死物 我们感受了以后 要通过笔墨的这种宣泄挥洒 然后变成一种艺术的语言以后 它才是艺术 它才是画 待会我们去看徐卫的这个画里面啊 他有就是雪竹 画得非常好啊 所以艺术家深入生活和反映生活 不是自然主义的看到什么都就表现什么 而是要抓住当时生活中的主要思想来表达 既要看到眼前的美景 又要看到进步的未来 当然这是他后来写的这些东西 这是为了教学用的啊 要有美好的幻想才能深入进一步 先进一步 而引起引导群众向前进步的作用 这指的就是说现代的我们这个提倡的 下乡生活啊等等这方面 他说中国画是要形象的 中国画也要形象 但中国画是通过形象来抓神 神啊神情要抓 不但要抓神还要抓情啊 黄明洪先生说呀 绝四又绝不四啊 绝四是要本领的啊 我们要把一个东西刻画得很真实也是要本领 就像齐白石画的苍蝇啊 那也是要本领 绝不四也是要本领 绝不四不是胡话 是吧 它也是 它是一种更高级的一种本领 一种境界啊 一种形式啊 你有了绝四又绝不四 与绝不四又绝四的本领啊 才能创作出更高的画来 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是吧 有些人只能在绝四之中 这还不够 还要更上一层楼 所以中国画很深刻啊 也很吃功夫啊 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就是苏东坡讲的 使之真放再精微 在精微 你看宋代的时候 苏东坡就提出了这样的绘画的理论 使之真放真放 那要是我们的下写意就是真放啊 是一种情怀的表述啊 但是这种东西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精微 这个精微是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指你对物理物情 尤其是物理的认知 是吧 那个东西 它和别的东西的区分在哪 它怎么生长 它的结构关系啊 再有物情和物理还有物态 这是从物理的现象来分析这个你所认识的 还有一层呢 那上升到一种境界 一种文化啊 一种情感啊 这个的精微 所以使之真放再精微 就是这里所说的绝色和绝不色 绝色我们要准确 那是要本领的啊 那不是说 现在有好多画这种写意的人呢 他就没有绝色的本领 是吧 没有 就是上来就大笔一辉以为这就是画 这就是写意画 我也讲过 事物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啊 要是那样不会 满片天下都是大写意画家 画鸟画家了吗 是吧 为什么现在大写意画鸟画家那么少 那么少的可怜呢 是吧 就是这个关系啊 没有把握空 是吧 他没有那个绝色的手段 也无从谈起绝不色 不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所以我说拿着某笔宣纸 是吧 大笔一辉就是写一块 那不是那不是那回事 这样是误读也是误解也是误人啊 如果你这样去学 我想一生也学不到什么 是吧 路数路径走的就不对 所以他说黄斌宏先生说这个事 所以现在好多人也在学黄斌宏 有时候觉得也挺可笑 我们的下面也谈 黄斌宏老年呢 得了白内障 他得了白内障 他画画的时候啊 几乎眼睛是看不见的 他是凭着修养 和他一生的这种笔墨的功力 在那画 老先生到了这种程度 他还在画画 是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的画呢 他有很多是脑子里的 所以他画的时候 他是凭着那个画的 他高度的摆那障 你想想 是不是 现在好多人呢 就觉得那就是黄斌宏最什么 他就去学那个东西去 是不是 其实错了 黄斌宏 我们知道黄斌宏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白斌宏阶段 一个是黑斌宏阶段 白斌宏阶段 是黄斌宏先生学习古人 尤其是南方学董元等这些画家 在继承古法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白斌宏 到他后来的创作黑斌宏的时候 是他进入了他自己的创作状态 他自己的对于参悟了古人 加进了他的思想以后 他画的那个黑斌宏 他好多的画 就前面刚才我讲 我看到好多黄斌宏的画 包括他的画册里印刷品 包括他的展览 我们去看 他都说的他画的黄山 确实他在黄山待了很久 他本身又是安徽的人 所以他画的黄山 但是你拿着他的画 就是像刚才潘天少讲 去找黄山 这是黄山的什么地方 找不着 不知道 既不是史信封 也不是哪哪哪 是吧 他是心中之秋和 心里的黄山 他总结的这些东西 是非常深刻的 非常深刻的 也像齐白石所说的 太四则魅俗不思为其事 太四到什么程度 他也没说 不思到什么程度 他也没说 但是他的画里头我解释 太四则有之 不思则也有之 太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绝四 是啊 不思 不思 就是说的绝不思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哲理的语言 我们要理解 要认知 你才能够学到 你才能够知道中国画的深刻的意义 神不能离开行 但行却可以离开神 有行无神的话是有的 有行没有神的话是有的 而无行有神的话确实不存在的 是不是 神只能寄托在行之中 把对象呆板地画过来 可能抓住行 但不一定能够抓住神 是吧 把一个呆板的东西画过来 画成就是我们所说的类同死物 是可以的 可能抓得住 但是你不一定能抓住神 谢赫提出 因物相形随类富彩 可见古代画家也是重视写生的 在古代绘画出产生时 林本还没有 宇宙间的形象都要靠画家自己去把它画下来 他们的坟本就是自然本身 所以最初的原则是一 是随 但一到什么程度为止呢 一的很像 很像就是自然主义 随到什么程度为止呢 随得很像也是自然主义 对象的形与色 要画得同它一模一样是不行的 不能认为画的像就是最好的绘画 画是要由画家画出来的 画家不是机器 他有技术 有头脑 有思想 有感情 把这些东西加上去画出来的才是画 是吧 艺术不能没有主观的因素 我们说主观的因素就是创造 但是主观的情感和客观的对象的结合的成 这就说创造和生活的关系 行与神的关系 寺与服寺的关系 这是很深刻的画里 这小段说的也很逗 很有意思 事实是事实 演戏是演戏 就好像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一样 这是艺术的真实 而非科学的真实 科学 我们知道 科学和艺术是两回事 做人一定要老实 这个是好多画家 都过去谈过的一个事 做人一定要老实 事实求是 但画画不能太老实 否则就没有了艺术性 画画 这个要做 就苦禅先生说 画家要做自己的上帝 你不能做自然的奴隶 是吧 但是做人一定要老实 因为只有做人老实 你才能够有一个品格 你对于学习 你才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你才能够学进去 是不是 如果这人都不老实 他怎么能学进去呢 学不进去 他脑子里不是想的很多的 都是名啊 利啊什么这些东西 你说他还能够学进去吗 恐怕就学不进去了 那就是什么挣钱学什么 什么画 有些人现在就是 什么画能挣钱 他就画什么画 是不是 那不是艺术啊 所以做人是很重要的 人品即是画品 写行是手段 写神才是目的 绘画不能不要行 而写神 但要提高行的艺术性 行就要有所增强和减弱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有时候说用变形 其实呢不如说是增强和减弱 有的东西可以增强 有的东西叫减弱 是吧 要有所变动 变动是行神的有机的概括 绝不是随便的变动 是有机的概括 是更为了神而服务的 更为了传神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绝不是随便的变 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现在有好多人就是 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这不行 变动的目的是在于概括写神 不然变得不像 把老虎画成了狗 老虎的神当然是捉不住了 他说这是画老虎画成了狗 就是我们所说的 照猫画虎 那是不行的 是不是 所以他变 我们变是有目的性的 是为了传神 是为了表达更高的一种境界 一种思想在变 而不是说随意的在变 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 不是了 中国画之所以高 往往在于形象与真实的不尽相同 它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东西 如八大人人画菊花 又真实的不太像 因而使人感到特别不落长套 不落了一个俗套子里面 形象不能太自然主义 变形又不能使人看不懂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就是人看了以后 看不懂了你画的是什么 那也不行 是吧 菊花还是菊花 石头还是石头 此际所谓的不似之似的道理 不似之似 就是不似你也不能绝对的不似 是吧 太似了又庸俗化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把控 这是一种修养 一种境界提升 以后才能够得到的 这他又说了 黄明洪先生住在西峡岭 经常在那一带上走动 但他画的西峡山 与真实的西峡山相差得很远 他画的房子都有点东倒西外 与山与人的比列也无一定 他是取自自然景色之意 并不是要去画他的图 不是去画地图 他的作品画起来随意 看起来舒服 这就是艺术的真实 但初学时千万要从基础入手 我们要从基础入手 所以不能够上来就画黄明洪 不能上来就画齐白石 不能上来就画吴昌硕 他说的道理也就在于词 也就在于词 所以刚才我这次拿来的小品画里头 大家也会看到 就是我画的那些草虫 那个草虫是很真实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桌形的手段 是吧 但是他还不是涂抹出来 还要去有线 还要有形式 还要有中国绘画的语绘 对吧 但是有人说 你画蝴蝶那个翅膀好像都有粉 其实一点粉没有 一点粉都没有 他是画出来的 但是要准确 这就是一种手段 这就是我们所所谓的桌形 能够桌到 能够在似的这个问题上 你要能够做到 是吧 你才能说 后面的不死 是不是 所以现在好多人 你让他画一朵花 牡丹花 什么结构 他都不知道 所以怎么去画 他画的就是 没有手段 没有方法 你看人物性格 咱们前面讲过戏剧 人物性格首先要有大的对比 经剧中的脸谱 就是强调大的类型区别 我前面给大家 第一天我就讲过这个问题 是吧 这种夸张的区别 对比强烈 味道很浓 很浓 才有 它这种夸张对比 这种什么 才能够让我们感觉到 它是艺术 它是有那种表现力的 它的味道很浓 所以艺术的形式的完美 艺术的语言和真实的生活 在我们的戏剧的表演里头 它是唯美的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 但是它的故事情节 人物性格等等 又是从真实的生活里提取而来的 你理解了戏剧的表演的写意性 所以你对于绘画的写意性 绘画的这种精神性 绘画的和真实的东西的这种关系 你才能够有一个梳理 才能有一个真的知识和认知 这是我 咱们从它的这个 这个话语录里面 咱们有谈到了戏剧的这个关系 其实这都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他说画画要用眼 画画没有瞎子 前面说盲人画不了画 画画要用眼 但更要用心 西画用眼多 中国画用心多 西方人的画画就用眼睛 真实 我们中国画是用心多 画者画也 我也讲过这个 既以线为戒 线是什么 线是什么 线是戒线 而成其画笔为谷 墨域色彩为血肉 气息神情为灵魂 风韵隔去为意态 能聚此活也 能聚了这些东西就活了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筋肉骨气 所以中国画是一个很深刻的艺术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先讲到这儿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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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